大家好 这次介绍几种简易的调弦方法 这种调音器是大多数谈古琴的人使用的一种调音器 那么我们一般选择的是使用古琴 然后音分调到440赫兹 市面上都可以买到 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不是用调音器来调弦 我们是用传统的泛音调音法和暗音调音法 介绍这几种 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种泛音调音方式 假如我们的琴已经定调为F调 那么就是说它的三弦它的音高是F 对应的五弦它的音高就是A 在传统的古琴调音方式当中 我们是从五弦开始调的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找一个音高相同的音 将五弦定为A 然后依次来把其他的琴弦调准 例如我们已经将五弦的音高调到了A 然后我们就需要用五弦来调七弦的音高 那么怎么调呢 用五弦的十灰泛音调七弦的九灰泛音 这两个音的音高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五弦已经把七弦的音调准了 如果七弦的音高了 那就往下降 如果是低了 就往上 往上拟 把音高提上来 那么现在七弦准了以后 就调四弦用七弦的七灰泛音 调四弦的九灰泛音 那么四弦也相应的调准了 就需要用四弦的十灰 调六弦的九灰 那么六弦也调准了 六弦通过六弦的七灰 调三弦的九灰 那么三弦也就调准了 之前的五弦本来已经是准的 那么用五弦的七灰 调二弦的九灰 这两个音也应该是一样的 四弦也是准的 那么就用四弦的七灰 调一弦的九灰 那么相应的我们已经通过 五弦调准了六弦 从六弦调准了四弦 四弦调准了六弦 六弦调准了三弦 然后用五弦调准了二弦 用四弦调准了一弦 那么这是第一种翻音调音方式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翻音调音方法 这个是一个在高音区的调音方式 刚才我们是在七灰到十灰间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调音方法呢 是四灰到七灰之间的 首先我们也是同样的 是从五弦开始 假设我们已经将五弦调到了A 那么我们就用五弦来调七弦 五弦四灰调七弦五灰 这两个音高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七弦已经准了以后 用七弦七灰调四弦五灰 那么四弦也就找准了 再用四弦的四灰调六弦的五灰 那么六弦也已经找准了 再用六弦七灰调三弦的五灰 再用五弦的七灰调二弦的五灰 再用四弦的七灰调一弦的五灰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从五弦开始 依次将其他六根弦的音找到了准确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三种 第三种是按音调音方法 首先我们同样是假设定调是F调 那么我们的五弦也就是A 从我们的五弦开始调 五弦按十灰 然后弹七弦的散音 这两个音应该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五弦调准了七弦 接下来我们七弦的散音 按四弦的九灰 这两个音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四弦已经找准了 然后我们通过四弦的十灰 按音 调六弦的散音 调六弦的散音 一样的话 那么就是六弦已经找准了 然后通过五弦的散音 调三弦 三弦是要按住十灰八分 这两个音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你的三弦也就找准了 然后用四弦的散音 调二弦 按十灰 这两个音也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二弦就找准了 再弹四弦的散音 调一弦的九灰 那么一弦也就找准了 同样的我们也是从五弦开始 先将五弦的音高定准 然后通过五弦 依次将其他的清弦 也到找到了相应的音高 那么这就是按音调音法 那么以上就是介绍的三种调音方法 两种泛音调音法 一种按音调音法 都是首先将五弦的音高定准 然后再通过五弦 将其他清弦的音高找准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不需要跟其他乐器合奏 因为古琴的跟其他乐器合奏的情况比较少 如果你只是独奏的话 其实你不需要绝对定到F调 你可以定到D调或者是E调 都没有问题 因为F调的它的弦会被拉的硬一些 按压比较吃力 那么你定到E调或者是D调 降低一点的话 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不需要一定是准的D调或者是E调 只要你的那根弦定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然后通过刚才的调音方法 把其他琴弦的关系找准了以后 那么你都可以谈琴曲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记得要三连哦 同样我会做一张关于调弦的图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公众号 然后从公众号获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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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